早啊,这是第五次 2022年4月12号早上 刚刚是打坐了一小时48分钟 在整个这个阶段的打坐 还是比较清晰的 新的力量也蛮好 没有太沉寂 而且还是比较活泼一些 但是我觉得比以前好 就是还能够知觉到 然后再把它给慢慢的调伏拉回来 但是这个过程虽然比以前好 但是其实还是差很大 但是在后期的时候 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个打坐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受这个响韵影响特别多 这个响韵它其实像一个百变新君一样 它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内容 它会变化很多的场景 编造很多的故事 然后提取很多的回忆 还有就是整个故事性 它会被你编织的很多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 然后有清晰的 有柔和的 有强烈的 各式各样的 其实我就是整个打坐过程当中 都受这个响韵的影响很大 后来我突然想到了 有一个怎么对峙这个响韵 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心锁 因为什么叫智慧呢 智慧意味着它比响韵还要会百变 还要懂得如何去调控 懂得去调控它 能够控制这个响韵 不然它就不是智慧了 对不对 响韵都有那么多的想法 非常的聪明 我们用聪明这个词吧 你智慧的话 如果还不如响韵的聪明 那就不叫智慧了 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智慧心锁 来调控这个响韵的话 就是智慧它首先也要会是特别的百变 知道这个时候的响韵 它处在了一个什么状态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响韵 一直的这个冒出来 然后你要以智慧心去慢慢 训导它 引诱它 然后把它慢慢的调顺过来 用一种非常柔顺 或者柔顺非常开明 无压力型的这种教育型的方式 可以跟它开始做朋友那样 慢慢顺导顺导过来 不是以一种压力式的 或者完全否定式的这种方式去训导它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你需要做它的慈母 也要做它的那个良师 也要成为它的义友 给它充分的理解 充分的空间 充分的耐心 慢慢把它的训诱过来 然后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的时候 还要用一点手段 是吧 要用一点技巧 这个就叫做智慧心锁 如果能把握到这一块的话 慢慢的平衡 我相信这个响韵心锁 会被这个智慧心锁所调控 不然的话怎么叫智慧呢 所以我今天突然这个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后期的这个 方向性会更明确 然后处理问题会更精准 就不会一直老是随着这个响韵 把自己带偏了 好长一段时间还不知道 还很沉浸在那种过程当中 就完全被他给欺骗 引诱过去了 好 今天这是我的主要的分享 就先到这儿 拜拜